回到Kiss Radio,我是强林 今天在现场的是 No Name,于全斌 哈喽,大家好 那我们刚刚有听到你两首歌曲了 那现在我们来谈谈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是一个数字 当作歌名又当作专辑名称的这首歌 0537 0537 那说实话 那那个是什么样的情境之下 让你去写这首歌 当时结束了在台北几乎所有的 东西 工作是合约到齐了 感情是分手了 好朋友那回到桃园 其实不远说不远 可是你如果生活在老家 也都没有机会再跟他们碰到面 几乎各个层面都已经结束掉了 然后那一天还是自己的生日 就到了回到老家的时候 发现也没有往年的那种 很热闹啊 很虚滑 对那种庆祝 突然变成自己一个人 反倒想到的是 看到的是更诚实的自己 本来应该就要面对的事情 只是当时都可能忙 或者是自己不愿意 没有去面对 那就有点残忍 有点诚实 但是这我觉得都是 在歌写完之后 让自己往后面对同样的事情 会更有智慧 更有成长去 再去做处理这样子 OK 所以其中一部分的心情是 真的是孤单 你发现忙了这么久 结果到后面还是一张白纸 对对对 可是就是有很多的情绪进来了 对对对 虽然是白纸 但是有很多的回忆 或是自己知道在做些什么事情 可是也许没有人了解 对 所以你把它画成旋律音符 还有文字 把它写成这首歌 对 在早上5点37分 你应该加个秒数 中间应该加个冒号 对对对 可是我记得是这一张 就是太多的小聪明 我想0537很顺啊 我不要加冒号 要不然加个冒号 你要怎么讲 就得要讲5点37分了 OK 但0537OK啦 我们就知道 其实这后面有一段故事 每一个人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 但是你愿意把它画成音符 来让所有人去感受到 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的心境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歌词 而且呢 这一次我想0537 既然是主打歌 一定会拍MV 是 对 那这次MV好像还蛮特别的 这个MV要跟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 因为当初我在听到导演说 怎么会0537这样子的情歌 用六个裸男来表现呢 然后我说 Are you sure? 然后他就说 有裸男就对了 对 OK 好 先解释为什么是裸男 因为他们到这MV里面会变成桌子椅子 呈现的就是我在写这首歌 刚好0537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 虽然是我自己一个人 可是他们每那个桌子椅子 好像都在房间里面跟我对话一样 哇 好酷 就变成你的家具 对 我的家具 然后我内心中的一部分 也是你记忆中的一些 对 一个对照 那既然是对照的话 一定要是男的 那再来是诚实的 赤裸的 所以是裸体 那再来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 我们真的有彩排是用女生 可是它变成家具的时候 比如说电视 时钟舒适摆不上去 因为凹凸有致 OK 不过这个讲起来的画面蛮好的 所以那最完整的原创的表达 就是好 我内心中的一部分 那又要变成家具 在执行上面 就是裸男 没有问题了 OK 那实际上拍出来 我觉得也不会朝任何的方向去发展 然后也是有质感的 然后也看过这个名文的规定 也稍微避过了 没想到最终还是 被进播 被进播 那有可以看到的都必须在 11点 对 11点以后 那我就觉得非常可惜 当下心情是有一点点 一点点 觉得太可惜了 这是一个原创 对不对 一个原创性的一个idea 对对对 希望能够被人看到 当然啊 但也许是尺度的问题 然后一般的电视会看不到 但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那这个应该是在网路上可以看得到这支MV 对对 在网路上的 好像就没有这么的严谨 对那我们后来也一直在想说 为了 因为预算本来都已经准备好要下了 那是不是我们做一个怎么样的版本 让它好像变成普遍级 后来发现更不行 为什么 本来没有什么东西 你一打一个马赛克 看起来就OK 你是有什么 哈哈哈 也对 哈哈哈